台南的安南醫院準小傳出的病患疑似不滿冷藥等太久就在醫院裡頭大聲咒收 事實上其他看病的病患呢也是紛紛來抱怨 說看病只花了十分鐘但是光是冷藥就等了超過一小時 對此院方說了說是因為這個藥劑師不足才會讓民眾走後 目前已經從其他醫院調派了藥劑師來支援 避免類似狀況再度發生 穿著紫色上衣的阿伯好生氣 因為他在安南醫院看病只花十分鐘 但光是等拿藥就等了超過一個小時 阿伯越罵越生氣 沒辦法理解為什麼領個藥要等那麼久 其他醫院雖然病患多 但是領藥的速度卻快很多 由於阿伯的情緒越來越激動 醫院保全也到場安撫 而其他的病患也因為等太久 全部擠在醫院大廳開始鼓噪 眼看大聲抱怨的病患越來越多 醫院聯盟派人處理才平息病患的不滿 隔一天回到醫院大廳 白板上寫著 如果等待領藥的號碼超過一百號 就要等兩個小時 讓領藥的民眾看傻眼 人力方面確實需要再加強一下 多開幾個窗口來緩解這個領藥 幾幾幾幾 大家都在等很久嗎 沒有 不少病患說 從去年開始就發現光是領藥 至少就要等一個小時 浪費很多寶貴的時間 醫院回應因為藥師能力不足 才會出現這種狀況 缺乏這個藥師的能力 我們從我們中國醫藥大學的體系 增調了七位藥師到安南來幫忙 請醫院能夠適度調整門診高峰時段的服務人員 面對病患抱怨院方聯盟出面道歉 已經請其他的分院支援 希望能夠減少病患排隊領藥的時間 記者楊文華台南報導